主席,如果以懲罰論來說,誰有權懲罰議員,用甚麼手段懲罰呢? 當然啦,如果你是一個Boxer,你當然擂台的人被人砍你,KO你 是不會有人說你不上擂台打,我已經懲罰了你,沒有意思的 你用懲罰論是怎樣呢? 給那個人,再給選民去懲罰他,這個是很簡單的道理 我真的不明白你們有甚麼資格去以法治為名 如果法治的原則是要保護市民的民主權利、自由、人權的話 你會這樣稱,雙政性會這樣稱,不像你們這樣說,兩外選其輕 那個Rule of Law的Base是甚麼呢? 你要看看全世界的法典,人權宣言也好,法國人權宣言也好 美國人權宣言也好,聯合國人權宣言也好,政治權利及公民權利公約 這一點是最重要的,Rule of Law的Base是在這裏 不是你們所說的,就是我根據實際的情況去懲罰某些人 那些是刑律來的 是不是? 律有文明,法有所典 這個就是法治 法有所典 刑律一上寫得很清楚 不能含糊,這是基本訓練 我現在想問你一個問題,還用公安條例來做一個分析 示威權利當然不是這個絕對的 公安條例也有些,在甚麼條件之下可以限制它 譬如破壞公共秩序,選舉不會破壞公共秩序的吧? 破壞社會的風向,影響公共的健康 引起道德的問題,引起種族的仇視,全部都列出來 還要imminent,即是必然,即是必要,即是立即已經發生了 你有甚麼理據? 從公安條例作為一個起點去分析 所有被害的條件 你現在這個條件是怎樣? 當然是不是絕對的,任何事情 但公安條例也說的 哪幾樣之下,還要imminent 不是可以說將來會發生 即時發生,你就會制止過 我都被抓得多了 那個傷勢是這樣 他跟你們這樣說的嗎?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我很討厭就可以了 當然有些人說討厭人家遊行集會 天天說這個特首選舉真的很討厭 那你不如不要讓他遊行也可以 你是甚麼律師? 我不是法律界的 我自己假假地在宗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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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但都有人怨 特首選舉搞到醜聞如潮 不如就這樣選吧,行不行 有選民這樣說 不如叫京官下來 唐英年拔個洞 梁振英放小李飛刀 曾玉成又說出來選 臨時又搞到補選 是吧? 葉劉淑儀就說他只是執行命令 開槍殺人都可以 我是careerist 我沒有靈魂的都可以 不令人反感嗎? 是吧? 你的理據是甚麼? 某一部份的人 覺得 那些人行使了權利的時候 他不開心 就可以要來 限制另一個人 有一班人的權利 這個叫做 rule of the law 嗎? 是這樣可以得到嗎? 我真的沒聽過 你要說得出實際的損失 實際的損失 一億元 即是你講公共一億元 那一億元是不是用了去沒有呢? 因為它是reinforce 令到每一個人有一個平等的權利 再去執行使民主權利 那有甚麼eminent threat 對他們的權利 你想一下吧 一個公安條例 限制郵魂權和投票權 是相等的 投票權比示威權 可能是多些可能少些 我不知道 其實是同一個 set 裡面的東西 如果你限制 在遊行權和集會權的時候 你也有一個 你也有把尺 去量度那個 雙性性的時候 為何在這裏沒有呢? 就是說 沒有啊 我們這個議會 有很多議員提出來 救票過 那些議員又聽了某一部份的市民說 那就可以剝奪人的權利嗎? 麻煩你啦 老實說 李彭力克就說 因為這個立法會是建制的一部份 如果立法會通過的東西 通常法官會遵從立法會的意見 因為你立法會這班的 塞豆洞 就已經量度過那個 雙性性 但現在我們議會裡面 有沒有人量度過這個雙性性? 是因為 我聽了很清楚 因為某些市民不喜歡 所以不好意思 你的基本權利 另一部份的人的基本權利 是可以剝奪的嗎? 如果你根據法治的原則 多數人都不可以剝奪少數人的不可剝奪的權利 是不是? 不要說少數人是剝奪多數人的不可剝奪的權利 你說什麼Rule of the Law啊? 你說什麼法治啊? 是可以這樣的嗎? 如果這樣的時候 還有什麼法治啊? 原來 一個 絕對多數 或者 就可以剝奪其他人的基本權利 就是說 有一天有個國會 拿了四分身 就是希特拉的做法 我拿了 我拿了 權力 我拿了三分二 然後 我 取消了投票的權力 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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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 喂 這樣就行了 這樣就行了 老實講 我還沒受過法律訓練 如果你解得通 你真是厲害 你有什麼 即時的 有什麼條件 列出來說 是必不可少去強制 人家一個 不可劃決的權利啊 好 給我時間了 局長回應 多謝主席 多謝梁國雄議員的意見 梁國雄議員開題的時候 有提到 人權公約 或者其他一些 去 我們有沒有去 唐禁呢 這樣 我們是有的 在我們的文件裡面 我們事實上 是歐洲的人權的法庭 聯合國人權公約 他們人權委員會 所發出的 general comments 即是一般的 general commentary 即是善術 英國最高法院的判例 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等等 這些在我們今天 書面提交的文件 我們都是詳細列出了 相關的法律的原則 如果要施加一些限制的時候 所需要考慮的大的原則 在大的原則之下 如何去找出相性性的平衡點等等 這一方面 在我們文件 都有列出來 方便議員去考慮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不是隨後說的 我們的確用了一些心機 將這些各方各面 聯合國人權公約 他說可以限制 歐洲人權法庭 和英美的地方 因為他們都是民主制度 比較成熟的國家 一些案例等等 來公議員去參考 我也鼓勵梁議員去看 他說你可以限制 他沒有定了一個相性性 我給你一個相性性 就是我這個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權利 你有什麼情況 就是有條件去講 現在有一個危急的情況 是要將我的人權拿走 是不是因為那一億元 你現在問一下 你叫歐盟的人權法庭 因為我要花一億元 所以要取消選舉 他給不給你 下位了 你講一下原因 下位了 葉國謙美議員